中中地在你必将遭到全面和彻底的失败 主要火炬 照亮人类前行之路不断崛起 欢迎收看 教书将看天下 这期的话题是 期盼神舟十二号航天英雄 三个月后顺利返回 自从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使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首次成功发射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 迄今五十一年过去了 作为对国家航天事业 突飞猛进发展的见证者 我深深为祖国半个多世纪以来 伟大的太空成就 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下面呢我谈四点 第一神舟十二号 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射的第十二艘载人飞船 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第四次飞行任务 也是空间站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北京时间六月十七日九十二十二分 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二号F-1012型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此后呢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顺利将叶海胜 刘伯明 汤鸿波 三名英雄航天员送入太空 飞船呢顺利入轨之后 采用了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 成功实现了天河核心舱 前后端口 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 货运飞船一起 构成了三舱组合体 整个交汇呢 对接过程历时六个多小时 而后啊三位航天员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 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接下来呢 航天员将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他们在天河驻留约三个月后返回 达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 返回呢 这个东风着陆场 第二 神舟十二号意义非凡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发射 即运行成功意义十分重大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呢 这次发射标志着人类太空格局的重大改变 也为以后人类在太空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并进行新的探索 二是呢 中国航天技术已经位于世界前列 成功超越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苏美先后建立的人类第一个空间站 即礼炮一号和天空实验室 三是人类空间站技术不断发展 宇宙空间站分为实验型和实用型两种 前者呢 以工程实验为目的 解决可行性问题 后者是以科学实验为目的 四是呢 中国空间站具有开创性意义 这次我们将更深入的探索 人类怎样在太空生活 从太空如何观察和监视地球动向 五是呢 我们深刻记取了大国以往的空间活动 特别是教训 以确保我们的试验获得成功 第三 神舟十二号此行的主要任务和特点 我国的这次试验啊 其主要任务和特点是 具有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可靠控制性能 具有检验飞船与空间站对接 其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弄清航天员长期驻留空间站的各种保障需求 包括日常饮食舱内活动 与地球的交流 以及与航服的适应性的 探索航天员出舱活动 及舱外操作的特点 及行动要领 检验返回舱 在着陆场的返回技术 是否可靠等 第四 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历史回顾 人类社会对太空的探索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具有代表性的活动 主要有五次 第一次是1971年6月6日 三名苏联宇航员 曾坐联盟11号飞船升空 一日呢 该飞船于4月19日发射的空间站 李炮一号进行了对接 三名宇航员在空间站生活了24天 但返回地面时发生了悲剧 由于坐舱漏器又没穿舱内宇航服 致使三名宇航员自息而死亡 这次任务虽然开创了历史 但结局很悲惨 第二次是1973年5月23日 三名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飞船升空 在九天之前 他们发射了土星五号巨型火箭 把82吨重的宇宙空间站送入轨道 但发射当中 气动力将空间站一侧的太阳电池翼撕了下来 另一侧被卡住 无法展开 为了挽救空间站 三位宇航员在与空间站对接成功之后 马上进行了对空间站的舱外成功修理 在28天之后 宇航员顺利返回地球 第三次是在1986年3月13日 两名苏联宇航员曾坐联盟T15号飞船升空 两天之后 与2月20日发射的和平号空间站成功对接 这一次呢 他们在空间站生活了四个月 在这期间 他们还驾驶联盟飞船脱离和平号 来到即将退役的 礼炮7号空间站上 将因宇航员生病提前返回 而留下的实验设备和重要物件 带到和平号上继续使用 这次试验非常成功 第四次是在1998年12月4号 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 携带团结号节点舱和六名航天员发射升空 两天以后和国际空间站的唯一载轨舱段 曙光号对接 开启了国际空间站的载轨建造过程 但无论曙光号还是团结号 都没有支持宇航员在太空生活的设施 因此呢 奋进号机组在完成建造空间站任务之后 随航天飞机返回了地面 第五次是在2000年7月 俄罗斯星辰号核心舱发射成功 并对接到国际空间站 到了11月2日 第一个长期机组才来到宇宙空间站 开始了至今已有20年的连续载人飞行 我国神舟12号的发射 使太空的常驻人口增加到了10人 我国当前在太空中的人口比例 已经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 这值得我们为之骄傲 在这里啊 我向所有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致敬 并期盼我们的航天英雄三个月后 顺利返回地球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